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英澳将合作发展高超音速武器 俄军屠杀乌克兰平民 中国至今沉默 官媒繁殖炒作 非传统指标显示 中国经济飞快恶化 一尊防疫不惜代价 习近平跟全世界拧着来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不谄畏的上海帮坏了习近平的人事布局 香港《明报》刊登文章 文章称上海的抗疫迄今 投入了十多个外省市和解放军的数万援军 是自武汉以来的首例 反映当地疫情之严重 对于官媒称 一天完成约2500万人的核酸检测 是上海速度 只有上海能做到 跟贴评论则是 这是全中国的支援下才做到的 病毒扩散速度才是上海速度 中国速度是援助的菜都运来了 上海速度是没人分发都烂掉了 有报道称 在这次上海风控中 基层漏洞百出 一些干部甚至逃跑躺平 郊区乡镇 甚至要由军队医护接管 号称全国素质最佳的上海干部 被批评为顶层路线错误 中层只会失当 基层能力低下 2007年3月到10月 习近平曾担任上海市委书记7个月零4天 是他进入中央前地方任职的最后一战 上月初在中国出版的 《习近平在上海》一书 是透过采访习近平在上海的旧部署 一述他当年试迹 一些技术会有助于了解 今天上海的抗疫失败之谜 据时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沈鸿光记忆 习近平当年用不粘人三个字 形容上海淡薄 意思就是从来不会谄媚的贴近领导 拼命巴结领导 而是比较务实 其实这个不粘人的评价 应是习近平与之前任职的福建浙江官员 比较厚的感慨 在敏哲两地 他身边总有几个死党小兄弟 上海的干部较为清高 不屑于做领导的跟屁虫 但也反映当时他在上海 未能真正与当地干部打成一片 文革后的上海官场 历任书记多细新四军出身 或江浙户籍人士 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本土意识 又受市民社会熏陶影响 虽然务实 却精于计算 担当不足 习近平到上海时 正逢陈良宇落马后 上海官场 因社保基金案 人心惶惶 官场多数对他还是敬而远之 除了第二把手韩正 恐怕也没人敢黏他 据沈鸿光称 习近平到户之后 很快就像当地一些击笔开刀 如上海很多干部身兼两职 既保留干部身份 又是国企高层 拿国企高薪 向公务员退休待遇 习近平明确要求 要挣钱就不要想当官 要当党政领导干部 就不要考虑挣钱 时任上海市委办公厅 副主任朱继华的一述 当时全国卫星电视台中 唯有上海东方卫视 不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习近平要求必须转播 因为新闻联播是代表中央的声音 不过为了笼络本土势力 习近平还是做出了一些妥协 如对涉及陈良宇案的 社保资金案干部人士安排 他说既为专案组 无明确定论的干部 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 对于陈良宇主持起草的 党代会报告初稿 他也未推导重来 反而强调不因人肺炎 上海现任书记李强 是习近平在浙江任职时的大管家 这次疫情却面临危机 令人想起习近平 在上海说过的一句话 思想水平并不会随着职位升迁 而自动提高 心胸境界也不会跟着职务提拔而上扬 欧美即出第五波全面制裁 普京女儿上榜 路透社报道 美国与七国集团及欧盟 将宣布最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对其在乌克兰犯下的暴行 惩罚俄罗斯政府 措施包括加大对俄罗斯金融机构 和国有企业的限制削弱俄罗斯国家权力的关键工具 造成严重而直接的经济损害 并追究为总统普京的战争提供资金的责任 知情人士说 普京的女儿在拟议的制裁名单中 名单上还包括俄罗斯政府官员 寡头及其家人等 消息人士认为 新一轮制裁将令俄罗斯付出巨大代价 进一步走上经济金融及技术孤立的道路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可能是目标银行之一 较早前 欧盟委员会提议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 包括禁止俄罗斯进口煤炭 以及禁止俄罗斯船只进入欧盟港口等等 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正研究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 受此消息影响 卢布对美元走软 在俄军撤离之后 上周末在基辅西北郊的布查镇 发现了平民尸体 有的在街上 有的在乱葬岗内 美国和欧洲国家将在本周 对俄罗斯采取进一步制裁 同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 乌克兰将会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 布查镇位于基辅市中心西北30公里处 从2月27号起被俄罗斯军队占领 一个多月以来一直无法进入 俄军上周末撤退后 村里发现了数百具尸体 显示俄罗斯军队对平民的野蛮杀害的暴力行为 国际社会正在谈论俄罗斯是否犯下了战争罪 联合国将展开调查 克林布林公否认对此负责 声称没有证据表明是俄军所为基辅政府策划了这些事件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二表示 欧盟提议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 冯德莱恩表示煤炭进口禁令价值将达每年40亿欧元 两位知情人士表示 该禁令将包括三个月的过渡期 随后禁止新的合约 冯德莱恩表示 欧盟也将对俄罗斯石油采取行动进行辩论 包括可能建立一个第三方托管账户 来冻结额外利润 此外 美国财政部周二4月5号对俄罗斯一家著名的暗网市场网 Hydra和一家加密货币交易所Garantex实施制裁 并称该交易所主要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开展业务 美国财政部发布公告说这是一项国际协调努力 目的是阻止恶意网络犯罪服务 危险毒品和其他非法产品通过这个位于俄罗斯的网站扩散 针对Hydra的行动是由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集图署 国内税收局刑事调查部门和国土安全调查部门 联合开展的一项合作行动 与德国联邦刑事警察的国际合作加强了这一行动 他们今天关闭了Hydra在德国的服务器 并缴获了价值2500万美元的比特币 拜登宣布美英澳将合作发展高超音速武器 据英国金融时报4月5号报道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将合作开发高超音速武器 扩大三边安全协议 即奥克斯协议的合作范围 旨在帮助华盛顿及其盟友 应对中国的快速军事扩张 报道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话透露 美国总统拜登正准备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和英国首相约翰逊公布 就三国去年达成的奥库斯协议的这一最新发展 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 最早可能在今天周二 华盛顿宣布这一消息 白宫没有立即回应评论请求 报道指推动合作开发高超音速武器 标志着澳英美三国为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崛起 而加强合作的最新努力 去年这三个国家签署了包括由美国和英国 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的多方面 军事和技术协议 即奥库斯协议 协议是五角大楼认识到中国已在高超音速武器的 开发方面取得了飞跃性进展之后 加大了对该技术的努力 报道称中国已经进行了数百次高超音速导弹的测试 这种导弹的飞行速度超过了五倍音速 这远远多于美国军方 后者只进行了不到十余次的测试 该报此前曾报道 中国去年试射了一枚通过火箭助推进入太空的高超音速武器 并绕地球飞行一周 这种武器被称为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在飞越南中国海时发射了一枚发射物 美国国防部的军事科学家们对此感到惊讶 中方已经克服了物理定律的一些限制 这些限制使得以这种速度飞行的武器很难发射导弹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和太空司令部司令迪金森 最近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 美国和澳大利亚正在加强双方在太空和网络领域的合作 部分原因是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担忧日益增加 阿奎利诺在澳洲的爱丽丝权与澳方安全和情报官员 在松树沟举行围棋两天的会议之前说 识别跟踪和防御这些高超音速导弹的能力确实是关键所在 报道称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展给美国带来了问题 因为他们可以在飞行中以非常高的速度进行机动 而不像弹道导弹那样遵循特定的轨迹 使他们更容易被拦截 中国去年测试的系统使发送高超音速武器到南极上空成为可能 这给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 这些系统旨在应对来自北极上空的导弹威胁 迪金森在最近的采访中表示 他的首要任务是提高太空领域意识 这意味着探测和跟踪导弹威胁的能力 并且美国及其合作伙伴 必须在这一努力中进行更多的投资 俄军屠杀乌克兰平民 中国至今沉默 官媒繁殖炒作 据中央社报道 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布查阵屠杀平民受到多国谴责 相行之下 中国官方至今始终保持沉默 环球时报等官媒的报道 还使用美国炒作 美乌宣扬布查平民死亡事件等词汇 入侵乌克兰的俄军受到重创之后 近日开始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周围 但乌克兰发现 俄军在占领基辅西北郊的布查阵时 却滥杀平民 相关影像近日接连曝光 引起欧盟 美国及国际社会强烈谴责 其中 美国总统拜登更指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战争犯 消息之下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自称保持中立的中国 官方对此事至今未知一词 由于中国目前正值清明节假期 外界预料在6号恢复上班后的首场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中方才会对媒体的相关提问作出答复 尽管如此 中国官媒近日对俄军在布查阵的屠杀平民行径已有报道 但取材角度及用语 却与各国大相径庭 最明显的特征是 官媒一概以布查平民死亡事件形容此事 至于俄军的行径 则指这是乌克兰的单方面说法 以中共外围官媒环球网 今早对布查屠杀事件的报道为例 标题即使用美国紧跟炒作布查事件 拜登又一次指责普京为战争犯的字眼 四在一指布查屠杀是外界的炒作 美国则是炒作的紧随者 此外 这篇报道在提到布查平民死亡事件时 前面还加上了美乌宣扬的五个字 也有此事是美国与乌克兰用来对外宣扬的意味 至于中国的一些网络时政及军事携手 在评论布查屠杀时 也不时带着质疑态度 并声称乌克兰军队数年前 在乌国东部俄裔人口居住的顿巴斯地区 也曾犯下杀害当地俄裔平民的行径 经济学人指非传统指标显示 中国经济飞快恶化 经济学人指出 Omicron的迅速传播正重创中国的经济 为了更及时掌握中国快速恶化的经济 分析师转向观察一些比较不传统的指标 比如热门搜寻引擎与地图工具 百度提供的每日移动指数 结果显示截至4月3号为止的7天 该指数较去年锐减于48% 标题为 Omicron正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打击的文章 指出百度该指数适合追踪城市之间的智慧手机活动 野村银行策略师陆挺说 为了衡量城市内的吸氧程度 他使用其他指标 比如地铁旅运量 在4月2号为止的一周 中国八大城市的地铁旅运量 较一年前锐减了34% 许多地铁线路关闭的上海更是暴跌93% 较2020年初的景况更加严峻 文章指出最绕路挺关注的是 追踪经济分配系统的快递与货车数据 在4月1号结束的一周 快递公司的快递服务指数较去年同期 锐减了27% 同一时期数据提供商万德汇编的公路货运指数 则下滑了12.8% 该下滑看起来尤其显著 因为去年底该指数还增加了于7% 文章说由于官方数据饱受质疑 非传统指标在中国更有价值 比如今年一二月强劲的官方数据显得怪异 它们显示在基础建设 制造设备与房地产的固定资产投资 明目上年增率高达12.2% 但这难以与钢铁水泥产量成两位数下滑吻合 而随着房屋销售下滑 房地产投资看起来也异常 当陕西贵州与内蒙古等地方政府 奉国家统计局指示 对其提供的数据进行查核时 显然是指官方统计人员也对官方数据感到奇怪 该文说尽管非传统指标深具价值 但仍务必谨慎诠释 近期分析从历清生产到订票销售 等中国20种非传统指标的录听说 如果10种指标中有七八项恶化 我们就有信心认为GDP增长恶化 而现在他认为中国经济的走向明确 一定有一些地方非常不对劲 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一尊防疫不惜一切代价 习近平与全世界拧着来 据美国之音报道 为揭力遏制新冠疫情扩大和扩散 中共当局最近对上海这个中国经济和金融中心 人口2600万的大都市采取了半封城和封城 尽管次生灾难的消息不断传出 中共当局仍不惜一切代价 推行动态清零的防疫措施 从而再度引起国际关注 并引发中国公众怨声载道和恐惧 然而中共宣传机构仍在大力宣传 要坚持动态清零 要咬住青山不放松 4月3号互联网用户可以看到这样一则求助贴 小猫快饿死 主人阳性确诊 猫咪已被独自锁在家里八天了 无水无粮 即将饿死 这则求助贴跟中国网民先前看到的 来自遭受俄罗斯军事进攻的乌克兰的图片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许多网民感叹说 看到乌克兰人在战争危难中 还可以带着儿女和宠物疏散到他国的景象 令人感动和羡慕 与此同时 来自上海的绝望求救呼吁还有 我是一名在上海工作了7年的癌症晚期患者 29岁 2021年8月查出来喷门癌后 在上海接受切胃手术与化疗 今年3月3号开始 在租住小区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 封闭隔离了整整14天 期间应该在封控第5天 也就是3月7号准时化疗的 但是街道给出的方案是只能自费送到指定医院 而这个医院根本不具备接受移民晚期 癌症患者的收治条件 自上海从3月28号开始实行所谓的鸳鸯郭市的封城以来 来自上海的各种各样的绝望呼救 不断从中共当局全力维持的信息封锁墙中 透露了出来 这种求救呼吁最终结果如何 中国公众常常难以得系 但他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不断删除这样的求救呼吁 在中共当局推行的防疫政策之下 未经当局批准病人寻求救命的医疗或医生治病救人 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 会受到严厉惩罚 这种情况导致医务人员对危重病人 爱莫能助不敢救治 早在2020年年初武汉封城时 以疫情防控为名禁止或阻止病人求医和医生治病的问题 就曾经引起了中国公众的愤慨和恐惧 批评者指出 两年多来 这种中国特色防疫不见改善 反而变本加厉 4月4号 中国一些网民冒着被删帖消耗 甚至被抓捕的危险 传送一则消息 黑龙江省脑外科医生 2020年援助湖北抗疫的英雄人物石军 因为救治一名危重病人被抓捕 长时间审讯 被施以戴手铐脚镣 接受医学检查的侮辱 当局指控他造成损失上亿元 石军不堪凌辱 在积压期间自杀 身后撇下78岁的老母和两个15岁的双胞胎女儿 截至目前 中国官方及其控制下的媒体 对这一消息没有证实 也没有否认 观察人士指出 中国这种不讲基本人道的防疫措施 包括有病不许救治 以防疫为名将未成年人 甚至婴儿强行与父母分隔开来 令父母担忧孩子的生死安危 以防疫为名 肆意杀死宠物等等 这些中国特色做法 令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在上海实行防疫封城之际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3月31号代表欧洲联盟22个成员国 要求上海当局以尊重基本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们的侨民 确保不能以任何理由将其侨民与自己的孩子强行分离 不要对没有被感染的侨民实行集中隔离 在封控期间 其侨民在需要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紧急医疗救助 被集中隔离人员家中的宠物得到顶期喂养 现在还不清楚上海当局对欧盟的上述要求 做出了怎样的回应 当局是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宣布上海封城的 封城前一个星期 上海当局还大力宣传不要相信封城谣言 并抓捕了两个所谓的谣言制造和传播者 突如其来的封城使众多市民没有准备 在被封的成千上万的民众缺乏蔬菜之际 上海郊区的菜农却因为疫情防控运输被阻 只能眼看着辛苦种出的蔬菜烂掉 搜狐新闻报道说 3月29号在上海浦东书院镇李雪村的农田里 农户员大哥和妻子正从黄瓜藤上摘一下刚刚成熟的黄瓜 但袁大哥开心不起来 反而更显焦虑 如今肥都湿了 蔬菜也成熟了 但是因为疫情管控的原因 很多菜场都关停了 之前合作的几家原来每天都会准时来大棚里取菜 现在只能看着很多蔬菜烂掉 却运不出去 袁大哥说 蔬菜怎么运出去 是袁大哥所在的上海书院果树 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农户们连日来最发愁的问题 合作社社长倪先生说 微信群里订单爆仓了 但是每天五辆私家车最多也就送出去几百分 在中国当局宣传各地防疫措施的必要性和按计划有条不稳进行之际 中国民间的报告则是截然不同的消息 各地物流崩溃 恐将引发行业矩阵 形势严峻不可想象 物流司机们的噩梦 开着开着高速突然关闭 好不容易下了高速 国道突然封落 到了门口 当地防疫不让你进去 直接喊你掉头回去 回去之后 送过的地方突发疫情 需要被迫隔离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 爱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共当局可以任意把人圈起来 圈在一个小区 一个剧院 一栋楼里 甚至还有人被圈在了火葬场 不管被圈锋的人的死活 他说他们实行清零政策的问题 一是非常粗暴的践踏人权 同时也向国际社会甩锅 显示 你看我们实行这么严厉的政策 所以我们的国家不可能出现问题 有什么问题都已经解决 谢田在这里所指的 中国受到国际社会诟病 并为此试图甩锅的问题 主要有两个 一是国际捐 许多观察家认为 中国当局当初刻意隐瞒疫情 导致新冠疫情在中国大爆发 并导致世界性灾难 而刻意隐瞒的指令来自习近平 再者 中国当局全力阻止调查新冠病毒 是否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 澳洲悉尼科技大学 中国学教授冯崇毅说 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国已经流行了两年 各国在应对疫情危害方面 已经积累了很多 尽力尊重个人自由和尊严 尽力避免造成次生灾害的防疫经验 但中国当局却一意孤行 坚持推行人造次生灾害 与疫情灾害本身并驾齐驱 甚至有过之的防疫政策 尽管这种政策造成了广泛的灾难 冯崇毅认为 中国之所以坚持这种灾难性的防疫政策 主要是因为这个政策是来自于 定义一尊一锤定音的中共领袖习近平 而习近平坚持这种破产的政策 并非是因为不了解实情 在批评人士批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 把防疫这样的科学问题 当作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来处理 以政治压倒科学 压倒民生和经济之际 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 似乎在应和批评者的这种批评 早些时候官方的深圳特区报发表署名文章 疫情当前是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 如何选择 表面上看是抗疫的理念之争 策略之争 方法之争 本质上则是制度之争 国力之争 治理能力之争 甚至是文明之争 在中国当局采取造成普遍和严重的次生灾害 和人道灾害的防疫措施 仍未能制止疫情扩大之际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3月28号发表文章 称中国是世界级的防疫优等生 中共权威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3月30号 发表题为坚持动态清零不放松的长篇书评 继续宣传中共领袖习近平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中国的防疫 3月17号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 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 进一步为疫情防控工作指明方向 但有中国网民对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 发表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啥事都要跟所有人拧着来 外事拧着来 内事拧着来 跟常识拧着来 跟科学拧着来 跟市场拧着来 跟文明圈子拧着来 当个独树一致 与众不同的憨批 就这么快乐吗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感谢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 请您吴请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启动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栏目